据官媒新华网报道,4月25日,习近平一行来到安徽省楚州市,凤阳县小岗村考察。 他来到当年农家院落,了解当年十八户村民按下红手印,签订大包干契约的事情。 习近平说,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,成为中共改革的标志。 38年前,由于中共的极左路线,农民们几乎没有了活路, 1978年11月24日晚上,安徽省凤阳县波罗公社小岗村十八位村民, 立下了一份暗有红手印的生死契约,实行分田道户。 当时中国经济崩溃处于崩溃边缘,百姓怨声载道。 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,中共被迫采取了土地承包制度,此后延续到现在。 今年是中共发动文革的50周年,文革结束的40周年。 与以前相比,中共政坛更加波轨连绝,错综复杂。 自王力军事件后,中共高层内部出于分崩离析, 习将博弈激烈,将派势力兑现当局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阻挠和搅局。 时政评论员十九天表示,在文革50年之际, 习将激动,经济持续放缓等敏感时机,此时,习近平考察小岗村, 背后释放出多重信号。习竟平上台后,试图推动各项改革。 之前,网络舆论频频释放抓僵的信号, 是指民间及官场对抓僵的反应。 而中共体制内专家打破禁忌,也曾提到总统制。 也有报道说,未来条件许可,习很可能会有惊人之举。 十九天还说,现在民众与中共离心离得, 中国大陆天灾人祸频发。 到目前为止,有二十多万人控告江泽民, 中共又一次处于生死存亡关头。 有二十多万人控告江泽民,